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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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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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来扑克人挂钩的一瓶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老师 我们这个扑克人挂钩 它到底拿的是什么乐器呢 我刚刚一直看不是很清楚 这个应该是 一个小喇叭 对啦 小喇叭 对 好的 那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是黏土吗 是的 我们要准备黏土 然后有个挂钩 那身体的部分我们会利用一个现成的饼干模型 然后当然我们的黏土工具 剪刀 白胶 杆棒 这个是本来就需要的 然后其他就是一个小配件 你想装饰什么上去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好 最重要的还要记得要有一个工作垫 我们会用一般现成的范尔夹 直接垫在桌子上 这样桌子比较不会脏 这样马上就可以开始了 那今天呢 我们做的这个扑克人的头 要先给它干 才能够往后做 所以我有先带了一个做好的半成品来 那因为要让大家看得清楚 所以我今天头会用比较大 做的大颗一点 这是黏土 拿到黏土的时候我们要先揉一揉 这个是青黏土吗 对 青黏土 揉一揉 对 好了以后呢 要先留下一小块的黏土 待会做它的手 预留起来做手 那我们还没有用的部分就把它包起来 才不会干掉 对 因为青黏土干的速度好像蛮快的 对 好了以后呢 用手搓圆 这个时候带一点力量进去 那黏土表面就不会有裂纹 那你如果说发现 我搓了一段时间 它的裂纹没有不见 它还是有很明显的裂纹 对 就再来一次 重复两三次的动作以后 你的土就会变光滑了 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稍微搓长 一点点长 对 一点长 然后找一个最没有瑕疵的面当正面 好了以后呢 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 我们用手指头往下压 好像婴儿的头 从侧面看就会看到 它的嘴巴出来 然后那个额头出来了 好了以后呢 太阳穴的地方 要记得再收进来一点 因为我们待会会戴帽子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再收进来一点 会比较漂亮 今天做的是半立体的作品 所以说呢 我们做完大概基本头型以后 你要把它放到桌上 好 因为背面是有点平的 对 你把它稍微再放在桌上 再塑形 好了以后 拿出我们的工具 没有工具的人呢 可以用吸管 一个圆的吸管剪一半 好聪明哦 就会有一个嘴巴的形状 然后在这个地方 直接压下去 它就会有一个笑笑脸出来了 有耶 有 好了以后呢 我们要记得帮它装上鼻子 做鼻子的时候呢 小小一块土 好小 超微小的 好小 记得要搓成小水滴 这么小好难搓成小水滴哦 这样 搓成一个小小的水滴 为什么我们要搓成水滴呢 因为我们要把它贴在脸上 那如果只是直接贴的话 它不会那么的稳固 所以我们在鼻子的位置 用牙签辅助 对 稍微先钻一个洞 要把它塞进去吗 是 就把它刚刚那个 这个好微小哦 所以我们的白胶带 请用三脚带 然后前面剪一个小小的洞 三明治的带 对 出来的白胶就不会太多 真的好小耶 然后把刚刚那个尖的地方 不好拿 我们用这个 对 尖的那个地方向着下面 然后贴上去 当你有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的鼻子比较不容易会掉 如果只是一颗圆的贴上去的话 鼻子通常因为黏着的地方不够多 它很容易一推就会掉下来了 好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哇 贴完之后是这个样子 对 好了 以后呢 我们就先放在海绵上晾干 准备一块海绵 哇 让它看得好 然后再来我们要做 扑克牌上面的红芯 这个红芯呢 我们是用一个现成的模型 芯形的模型 所以老师有买一个芯形的模型 对 这样 把它擀成平的 对 这就是我们新型的模型 压下去 稍微摇一下 让它切断 就可以拿起来 好 会推出来 像针筒 对 推出来以后 要记得把边边它会有一些毛边 对 收好 把它收好 那今天我们做红芯三岁 压三颗 还有两颗小的耶 两颗小的 我们待会会用印章 哦 用印章 对 好特别耶 我们今天利用的模型很多都是在烘焙店就可以买到 哦 因为其实做这粘土其实跟饼干真的蛮像的 对 它这个都是烘焙用的翻糖工具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鞋子也要先做起来 一样要先行土 对 然后我们会抓出一块土 分成两半 鞋子的部分是搓长 抓出脚踝的部分 用这样捏的 哦 那我们就会看到有一边是特别细 对 这里就是脚踝 然后从这个地方折起来 脚就会出现 小靴子 对 小靴子 好了以后呢 脚跟要稍微捏一下捏出脚跟来 那装上我们的牙签 待会才能够插在 身体上面 对 我现在用尖的这边进去 好了以后呢 钻了一个洞以后呢 我用另外这头 因为尖的要留着 等一下插上身体的时候 它会比较 比较好使力 这样 好 这是我们的一只脚 很可爱 那再来另外一只 再看一次哦 脚脚的做法再看一次 搓长 好了以后呢 捏一下 这样捏 嗯 把脚踝捏出来 摺一下 脚跟捏出来 斜肩往前推一下 好了以后跟刚刚的那只比比看 有没有一样大 对 有没有一样大 对 有没有一样大 好 我看差不多以后呢 记得我们刚刚的动作 鸭签 折一小段 然后先钻一个洞 然后再捏白胶 一点白胶 我们洞减得很小 所以白胶出来的分量不会太多 那这样一插进去 白胶就会不见 嗯 再来呢 我们就要做它的身体了 白色的黏土 一样揉一揉 那我们希望它身体有一点厚度 所以呢 我准备了两只冰棒棍 嗯 要做什么呢 我用胶带把它黏在一起 架在我的擀棒两边 那我擀出来的东西 就会是一样的厚度 哇 老师你太聪明了吧 那通常里面可能会有空气之类的 所以大概擀个两三次以后 我们再来压磨 老师你怎么那么聪明 怎么想到的 这个其实你多做以后 自己就会有一些 哦 小方法 对 好了 以后呢 拿出我们的饼干模型 压进去 压进去 压进去后 我们一样要摇一摇 稍微转一下 对 把它切断 切断以后呢 一样边边先收进来 它会有一些毛边 嗯 我们先把它收进来 这牛奶罐的造型 这个是一支香水瓶 哦 对 香水瓶 好 我们利用现成的模型 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然后我们现在把边边都修完了 可是它有一个头啊 对 我们不需要 对 所以我们就把它剪掉 这样剪掉以后 它的身体就出来了 嗯 要准备一个硬台 红色的 对 红色的 然后加上我们的字磨 数字 对 数字 我今天做红星3 所以我就盖3 直接盖它颜色不会掉吗 老师 不会 然后红星 爱心 记得如果做红星5的话 你的数字就要改了 好 哦 这样我们的主体基本上完成 然后把刚刚做好的三个爱心 三个爱心贴上去 对 照位置贴上去 好可爱哦 好 压一下 轻轻压 对 轻轻压 对 记得去看一下 真的扑克牌它三个红星不是同一个方向 它会有一颗是 反过来的 对 反过来的 那这样我们的身体也完成了 帽子呢 我们跟刚刚一样配合我们的鞋子 我们鞋子是黑色的 帽子也黑的 对 帽子也黑的 今天的帽子是尖尖帽 对 一样用擀棒擀成一片 那这个帽子不要太厚 稍微薄一点 差别在哪里呢 它薄一点你戴起来头不会变得太大 先边边切完 轻轻的压薄 好了以后呢 因为我们会去压它 所以头都要让它鲜干 才不会变形 我们如果拿刚刚做的那颗头 就太软了 对 太软 我这样一压它马上就会坏掉 我现在先这样做 然后就拉出我想要的角度 直接拉 对 我想要它开一点 我的角度就做大一点 好了以后呢 我就把它剪掉 斜斜的 我先剪两个下来 再来修 再来推就好了 对 我想要我的角大一点 我就留多一点 我要它小一点 我就是再剪一点 慢慢剪 去修整到你想要的尺寸 尖尖的 对 尖尖的 那事实上它背后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背后我们都剪掉了 对 然后我希望它的帽子 边缘可以再往下一点 所以我轻轻地拉一点下来 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就帮它戴帽子 戴出你想要的质感 一边翘起来一边弯下来 好可爱 好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要把它组合到我们的 挂钩上了 很俏皮的感觉 挂钩呢我们也是准备一个 你喜欢的颜色当底色 然后把它包 先包起来 对 一样 稍微擀一下把中间的空气擀出来以后 再把它贴上去 对 擀成一个大片 那再挂钩上 那再挂钩上 稍稍地挤上一点白胶 边边都各补上一点 好了以后就把刚刚那一块 直接盖上来 直接盖上来 那我怎么裁它呢 我轻轻地压一下 事实上你就会看到它的型跑出来了 好像小时候在玩那个硬币拓印的感觉 你只要直接把它往后拉 它其实就掉了 对 它其实就掉了 然后就可以包上来 有没有 这样 然后太多的部分 稍微拉掉 再截掉一点 可以往后包一些 对 把它往后包一些 然后边边收圆 收漂亮 哇 我们包这块土的原因也是 如果只是这个铁架子的话 它事实上黏土是 我们刚刚做的那个 娃娃是黏不上去的 它会掉下来 所以我们先给它一个底座 就可以黏上 这样黏 比较不会掉 比较老 就可以黏上我们的娃娃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组合了 主要先把身体放上来 三 那我想要它有一点点腰身 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折一下 因为待会我要放手在这里 那我不想它放起来太胖 所以我就做了一点腰身 放上来的时候 可以直放 可以斜放 有点歪歪的 对 就随你开心 好了 以后呢 我们把脚 脚我们刚刚牙签留的是尖的在外面 所以我们要组合到身上的时候很容易 就是沾上白胶 然后插上来 那插上来的姿态 你可以自己决定 它脚可以打开还是闭起来都可以 对 脚开开的 或者是交叉或者是什么 黏土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可以随你喜欢去做变化 对 完全是不熟悉的 对 并没有什么一定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这样 我加了牙签 所以我现在放上来它不会掉下来 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鞋子 前面沾白胶放上来的话 就比较容易掉 它的脚现在应该已经掉下来了 好 那头也是 我们也是前面留了尖点 那我今天画的表情是眼睛闭起来 所以我做了一个头向下的动作 但是我让它头歪歪的 好像在想事情一样 嗯 还有手手 对 还有手手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拿我们的乐器咯 对呀 我没有准备给它一个乐器 对 手搓圆 一样沾了白胶 就沾在我刚刚瘦身的那个地方 瘦身帮它做一点异化 来 一样挑一个最没有瑕疵的放上面 好 这里 放上来 圆圆的手 对 圆圆的手 我们做好的时候要拿一个什么 简单的东西把它的头撑起来 干了以后它才不会往下掉 它才会固定 对 比方讲我拿一块黏土 撑在底下 它躺枕头的 对 躺枕头的概念它就不会掉 那这两个尖尖的地方 有一点危险 小朋友在用 比较不好 所以说我也会拿两块黏土 把它包起来 对 这样 沾白胶 白胶不要沾太多 白胶沾多了溢出来不好看 好 捏一捏 搓圆 直接塞下去就好了 对 塞下去 那记得喔 塞的时候你要把它 塞到顶 塞到顶 这颗珠子才不容易掉下来 然后稍微收一下 贴上去以后 稍微收一下 一边也是喔 这样就很安全了 对 好 再看一次喔 我把它压到底了喔 压到底它变扁的了 然后我们再轻轻地把它收回来 从侧面看 它这样就收回来了 那它就比较不会去伤到 保护了它的锐利的地方 对 整个都完成了以后 你再检查一下 发现脚也有一点点掉下来 那我一样就是找一块黏土 或者是我拿一支牙签 去撑 垫一下就好 对 撑在这个地方 把脚撑着 不要让它倒下来 那干了以后 它就能够固定了 最后我们再把小喇叭 黏上去 对 来 我们都完成了以后 才来放它 因为你如果太早放的话 你其他地方 其实有的时候会很难去处理 吹嘴向上 靠近它的嘴巴 我这手拿着 然后这边我会碰到黏土 所以我这边要沾白胶 好了以后呢 就把它这样放了 放了以后 轻轻压一下 压上来 用手稍微包住它 然后多出来的白胶 溢出来的白胶 把它稍微拉掉 这样我们的作品就完成了 好 我们这样的扑克人挂钩 就完成了 小朋友们 赶快拿起手边的青年图 可以动手做一做了 那我们先谢谢依萍老师 谢谢 老师 谢谢 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要收看 豆豆快乐学堂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小朋友们 吓人 请不吝点赞 按钞 以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